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呼吸机 江仁月哥 其实了解我们的一些用户 大概是知道我们这个风格的 我们这里一般是这样的 如果你比较年轻 体重也很大 比如说20多 30多吧 你体重大 年轻 然后呢 症状只是白天犯困 咱们说的还是睡眠呼吸暂停 症状只是白天犯困的话 我的一般建议啊 如果你毅力足够强 有意志去减肥去 我就劝退你了 不要搞呼吸机了 不要买呼吸机了 带着个这个玩意儿睡觉 多麻烦呢 但是呢 有一类用户 我也会极力的让他们 马上用呼吸机 当断不断 避留后患 最近就有一个用户是这样的 58岁男性 AHI达到了68 68是个什么概念呢 平均每个小时有60多次暂停 然后血氧饱和度呢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整个是个倒三分状态 大量的缺氧 夜间大量缺氧很糟糕呀 什么症状呢 白天犯困 高血压 夜尿频繁 这个地方我们多说一句啊 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商家吧 专业商家 我们白天犯困 我们知道是破坏了睡眠结构了 夜尿频繁 如果是40岁以上 或者50岁以上的男性 排查几个问题 第一 前列腺怎么样 第二 如果有高血压 在服用一些高血压药的时候 有没有利尿剂的成分 如果这两点都没有 我可以这么说吧 大概率就是 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缺氧 导致肾功能 肾浓缩功能下降 夜尿频繁 好了 这个用户症状这么严重 我是极力建议 试也不用试了 直接买呼吸机 因为你58岁 鼻通气大概率还是不错的 睡眠本身也是OK的 直接买呼吸机 因为是老用户介绍的 他们觉得 要不我再试试看吧 OK 没有问题 老用户引荐的 免压精免试用费用 直接机器发过去 佩戴了三个晚上 感觉非常好 白天精神立马得到改善 夜尿也没了 高血压呢 这个东西不好说 有的人来得很快 早上一凉 血压确实好了 有的人过了半年 也会好 降压药依然去吃 合适的情况 你在断药 好了 这个用户的情况 总结起来就是症状大爆发 年龄也大一点 58岁 我的建议 马上用呼吸机 用起来 非常好 OK 我也很开心 后来把呼吸机买走了 说这个情况的目的在哪里呢 就是说是 如果你已经症状大爆发了 症状很明显 比如白天犯困 白天犯困得很严重 当断不断 避流后患 马上用呼吸机 马上用起来 克服一切困难 就用呼吸机 用好呼吸机 然后白天精神好了 该运动运动 该控制嘴巴 控制嘴巴 这个东西呢 不是说我们有时 不卖大家呼吸机 那不卖呼吸机 我们怎么生存呢 我们是根据用户的情况的 你该用呼吸机 我一定会推荐你用呼吸机的 当然了 如果你预算也足够 我甚至会推荐你更好的呼吸机 贵的呼吸机 好的呼吸机 解决问题 找到我们 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卖呼吸机 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就出现了 有些年轻用户 我会劝退 你不要买呼吸机了 你安心去减肥吧 年轻人小伙子嘛 给自己那个动力嘛 压力也是动力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 健康是你的不是我的 我会告诉你怎么弄 但是健康这个东西 归根节点还是你自己的 如果说你要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的资源都让你开放的 价格接受的前提下 认可我们的专业度的情况下 我们好歹是卖了一千多台呼吸机啊 干这行都干了八年了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当断不断 避留后患 马上用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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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